8月26日是影帝黄博的生日 作为极限男人帮的一员 他的兄弟们也是纷纷送上祝福 不对不说 每个人的梗都是那么可爱 尤其是孙宏雷依然不改恶搞本性 每年的祝福都很有创意 张艺兴也很用心零点送上祝福 张艺兴零点送祝福 并希望博哥生日快乐 祝你身体健康 天天开心 所有作品都大卖 吹头都是大晴天 这个又闻到节目中的梗 上期成都穿越孙宏雷就吐槽 每一次黄博吹头发就会下雨 以后肖金腾和黄博吹头发就可以相媲美了 都是雨神 小绵羊多时一场 希望博哥吹头都是大晴天 晒出的照片中 两人穿着华衬衫 原来张艺兴也可以这么摇摇 去年黄博生日 最后来提出前女友 千岛贵妇黄博的恶搞照片 今年更是变本加厉 晒出了黄博洗剪水的造型 这恶搞也是没谁了 黄磊 王迅等人 因为博哥送上了祝福 物理情调贵妇真的很讨人喜欢 黄博真自己 生日拍了通宵夜戏 大早上的一看这 精神头又来了 博哥要注意休息啊 就喜欢看齐心男人帮 这几个人相爱相杀的场面 看到黄博碎红雷就觉得搞笑 祝福黄博生日快乐